怎么说 说话 谢谢多情巧言 谢谢多情巧言 谢谢俊俊的保持节 我这衣服是他们送我的礼物里边 我随便找了一件 我不知道是谁送的 我这衣服 他们送的全是卫衣 我只知道刘凡水送了一件绿色夹克 其他人我都不知道谁送的是谁 我生日收了一堆衣服 我今天冬天都不用买衣服了 但是裤子不行 还没打分 先聊聊天再打分 赵云才开行的赵云 这衣服跟发色还应该挺大的 哎呀今天 我今天还有人 今天还有人说 今天还有人说什么 今天还有人说什么 那个 我第一盘 什么 戏啥好人 太夸张了你们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都已经斩肥了 哎,我得降肥了 真的降肥了 打分啊,打分 怎么找到长男呢 长男我听他警上发言我就找到了 你还找怎么找到长男 我就懒着懒着点了 哎呀,我现在玩狼人杀在打个赛就装傻 我就不想点人 我就装傻啊 你说长男 长人 长男现在的问题是人狼状态特别不同意 人狼状态特别不同意 你们自己想嘛 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 一号玩家打个分啊 今天第一盘 长男老师 市场上唯一盘出 十一号玩家是混子的啊 就是没有人盘出来 一号玩家能唯一能够盘出 十一号玩家是混子的 第一盘 第一盘 长男老师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可圈可点 长男老师第一盘发挥是可圈可点的 嗯 长男的第一盘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那么 第二盘 啊 第二盘 平平无奇吧 谢谢沉醉的抖音一号 谢谢感谢沉醉 谢谢沉醉的抖音一号啊 长男第一盘是可圈可点 第二盘站边王宝宝啊 接着帮我们金水 我觉得平平无奇的 第二盘我觉得长男的视角 战边那个谁是平平无奇的 嗯 第三盘 第三盘 长男 第三盘 长男 机械狼 平平无奇 平平无奇 真是什么真是非常平平无奇 所以 综合来讲 第三盘长男属于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就没有没有就到他那个地方没有没有用了已经 一只倒沟也没什么意义 啊 就平平无奇吧 就是 长男一把 长长男的第一把是可圈可点 第二把平平无奇 第三把平平无奇 综合 综合 和 平分 六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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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于 这 这个 长男 这个 粉底打得太白了 太白了 然后 这个脸和脖子颜色完全不一样 扣0.5分 所以长男的多分是六十 一点五分 六十一点五分 长男的多分是六十一点五分 二号玩家 陈明俊 二号玩家第一盘 作为我的狼同伴 发言是可圈可点的 发言是可圈可点的 他 关键时候跳了 汉跳 他汉跳了 之前长老 然后 片场上狼人 片场上好人又站错了一轮 那个 完成春天 狼人春天 他的得分是 哦不 第一盘的评价可圆可点 第二盘 呃 站错边 站错边 保狼人 这就得 这个 啥也不是 谢谢bug的保时捷 第三盘 第三盘陈明俊 试图和我滴滴带跳 但是我没有 没有跟他达成带跳 谢谢bug的保时捷 啊没有 我拒绝了他 我拒绝了他 谢谢SJ的抖音好 谢谢SJ的抖音好 试图想和本高配带跳 但是本高配没有理他 那就是平平无期 第一盘可圈可点 第二盘啥也不是 第三盘平平无期 综合多分 60分 60分 陈明俊今天的评分60分 但是啊这个 陈明俊 明天要带货 今天积极宣传明天带货的衣服 啊频繁更换衣服 加0.5分 陈明俊的多分是60.5 常男是61.5记住了啊 第三盘圈圈圈圈圈 第一把预言家没有盘到诅咒 有可能是混子 属于严重失误 那么圈圈第一盘 是有待提升 有待提升 第二盘圈圈 作为一张好人牌 站错边 对于最近的圈圈来讲 算是可圈可点了 因为最近圈圈基本上 没怎么站对过边 第二盘圈圈就是可圈可点 第三盘身为狼人圈圈 得分是 身为狼人圈圈 平平无奇吧 因为毕竟是被我点到台面上 那么综合圈圈 第一盘有待提升 第二盘可圈可点 第三盘平平无奇圈圈的得分是 61分吧 给个61分吧 对第二盘站队 圈圈 正常 他光是站队边就是平平无奇 但是圈圈最近没怎么站队边 今天站队了 要给他加分 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8分了 就是作为好人 场上高配 投到了混子 只能说是 有待提升 对吧 我没有要求高配 你要投狼不能投混 所以 4号人家第一盘是 有待提升的 第二盘 耿雪儿作为狼人 倒沟 倒沟 电飞了10号赵云 然后让10号站错边 啊 作为狼队里边呢 不能算是可圈可点 但是可以算是 这个 出类拔萃吧 出类拔萃 第三盘耿雪儿身为一张好人 在 啥也没干 靠着强大的通灵师躺赢 那么 平平无奇 有待提升 出类拔萃 平平无奇 耿雪儿 给个 61分吧 啊 61分 61分 第一把投对了 第一把投的谁啊 4号人家第一把投的谁啊 第一把对了吗 他投的谁啊 他投的谁啊 第一把投的投谁啊 他投谁了呀 4号人家第一把投的投对了 投的是谁 真的假的 投的11叫投对了 投的混子 你们跟我说叫投对了 你们这些人 第一盘 投11和投3都是错的 懂吗 投11和投3都是错的 投混子也是投错 你得投狼 第一盘混子出局和狼 和原家出局 都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投11是不对的 你身为高配 你要去找狼 而不是投混子 我的天老爷 第一盘啊 11号和3号 对 作为场上高配来讲 场上高配要是投的是11号 不算投对 好吧 你别管他投的谁 给三景徽呢 那有什么用呢 没用 你投三景徽没有 你最后放逐投票 投的11就不行 4号人家给个61分吧 5号刘启恒 刘启恒 第一盘 女巫 读掉 KS的 近年长老 第二轮 直接投了3号 预言家 这个 让我想想 第一盘 对于刘启恒的评价 用一个什么词 还有人问你歪个旁边在这 这个 这个 有没有什么建议 不行 这个不能是啥也不是 对于刘启恒来讲 投 预言家 赌 监安长老 愚蠢至极 愚蠢至极 第二盘 刘启恒 汉跳 扛推了王宝宝 发言整体还不错 给个出类拔萃 第一盘 愚蠢至极 第二盘 出类拔萃 第三盘 被迫 汉跳猎人 讲了个故事 讲的故事还行 但没有什么暖音 就骗了11号一个人 只能说是平平无奇 刘启恒是愚蠢至极 加上这个 出类拔萃 加上平平无奇 最后得分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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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刘启恒最近我看着那样又胖 再减一分 再减一分 54分 刘启恒 刘启恒54分 大宝 大宝 大宝站队编的吗 好人 没站队编 和 耿雪儿 站队编的 就差5分吗 我这5分 我告诉你 我这5分能分很多 你不懂我打分的含间量 你不懂 你不懂 刘启恒54分 54分 又减了一分 啊 5折 5折都能给5死 就啥也不是 K7的S 第三盘 KS 发真通灵 查杀 KS第三盘 发真通灵查杀 以卵即时 那么 KS的 三 三盘 得分 是 又在提升 啥也不是 以卵即时 那就是 57分 KS今天得分 我给个57分 比 那KS表现是比大宝要好的 但是今天KS的袜子 还挺好看的 非常好看 他那个袜子 上面那个是 横着 下了一块那个东西 我也想要 那是什么呀 我想要KS的袜子 上面横着 又下了一块 反正就还挺好看的 我还去揪了一下 什么都想要 别的就想要 给KS加个一分 KS今天能够58分 KS给个58分 还不错 给个58分 KS间58分 7号玩家 第一盘 身为一张狼人 井下 汗跳猎人 站边混子 一票 出到了混子 让场上 所有高配 全都站错边 所有高配 全都站错边 都去投混子了 使得自己的狼同伴 没有一个人出局 打成了狼人春天 在大师赛这个舞台上 近两年 唯一一次狼人春天 今天 7号玩家完成了他 7号玩家第一盘 雪C 第二盘 7号玩家 上来直接给 预言 预言家 扣上了 假面的帽子 直接压低了 12号 靠情绪存活的王成龙 这个很大压力 最终 因为 这个 舞者的失误 遗憾高富 那么7号玩家 第二盘 遗憾雪C 遗憾雪C 第三盘 7号玩家 直接 验出 12号玩家 猎人身份 在与狼队的 对抗当中 精准的 爆出了12号玩家 猎人 并且 7号玩家 给平民 4号 穿了守卫的衣服 保护了9号 守卫的身份 最终 以 四神 四神 全部在场的结果 击败狼人 又打成了 四神的春天 雪雪C 那么7号玩家 今天 100分 100分 直到100 我这个人公平公正 我就算一万分 我也只说自己有100分 我这个人公平公正 我最多也只会给自己 100分 人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100分 7号玩家 100分 我能评价评价你 你不能 你不能 我怎么不评价 不行 我只有我能评价 7号 你俩100分 你可以 那你能告诉我 你第一局 是不是装X来着 我没装呀 你装了 我耍帅 我没耍帅呀 你就耍帅 你让 你点名 你被禁言了 你还耍帅 你让一号帮你去 这长男脸都绿了 哎 长男随便骗呀 长男 手掌中的小玩物 哎呀 就是小玩物 你说 你说他帮你 你说 一号 是狼 是枪 我 7号 是狼 我天 他们不敢出我 他们觉得我是混的 8号玩家 今天第一局身为狼人 靠 7号玩家代堂 确实是8号玩家靠7号玩家代堂 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啊 呃 第二盘 8号玩家身为武者 在好人极大劣势的情况下 直接精准无死狼队大哥 使得高配7号玩家的狼人交牌 可谓是精为天人 可谓是精为天人 8号玩家 第三把8号玩家 警下 战队边 警上 战队边 啊 警上 战队边 呃 呃 对于8号玩家来讲 平平无奇 8号玩家今天平平无奇 加上 加上精为天人 加上平平无奇 8号玩家今天可以打个 70 不对 70 等会儿 我这个分给的非常 牛肉干第一局怎么是平平无奇啊 他是不是女巫 他救了自刀汗跳预言家的狼 对吧 然后他战边真预言家 是不是啊 你说的是牛肉干吗 是啊 第一盘牛肉干不是我狼通班吗 哦 他死我和天 哈哈哈 行行行行行 歇会儿去啊 9号玩家 9号玩家 第一盘 身为 好人被7号玩家的极限逻辑 骗到死 可谓是啥也不是 第二盘 9号玩家 站错边 今天 还说自己是阿斗 可谓是 啥也不是 第三盘 9号玩家 首位 首到了便宜 可谓是可圈可点 那么9号 9号玩家 今天的得分 可以打个 58分 58分 10号玩家 第一盘 哦 应该算是 嗯 嗯 站队了3号 但头的是11号 但是看出了12号玩 玩家底牌是狼 算是 不能算可圈可点 平平平平部写 也不行 那就给个初雷八戳 初雷八戳 初雷八戳是在 这个 可圈可点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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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于可圈可点和那个 平平 maritime之间 第二盘十号玩家 汉跳长山赵子龙 拉着阿斗一起站侧边 可谓是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赵子龙抱着阿斗 直接找曹操去了 那就是啥也不是 第三把十号玩家 女巫 独队一郎 这也很平平无奇 也很平平无奇 我有礼物吗 给个十号玩家 六十分 六十分 哦不行 十号玩家今天迟到了 扣个一分 五十九 今天十号玩家来晚了应该是 谢谢路卡斯寄相思 谢谢壮壮妈咪的私人飞机 谢谢 十一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今天 第一盘 混子精嘴 混到了八号 并且起跳 呃 十一号玩家 其实的发言都很好 本来能出到三的 是因为我 投了他才出局的 老诅咒 今天第一盘是可圈可点的 第二盘 呃 站侧边 但是对于诅咒来讲 有待提升 有待提升 第三盘 又站侧边 又有待提升 两把有待提升 加一把可圈可点 嗯 给诅咒个六十 六十 多少啊 六十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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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号玩家 王成龙 第一盘 作为狼人 啊 被七号玩家 带躺 啊 被七号玩家带躺 十二号玩家 平平武器 第一盘 纯躺 第二盘 十号 十二号玩家 精准 发言 遗言 点堆四郎 呃 帮助武者 无死 大哥 啊 因为第二盘 是王宝宝 点出了KS 为假面的 所以 王宝第二盘 是可圈可点 第三盘 被七号玩家带躺 平平武器 十二号 今天 两把平平武器 一把可圈可点 给个65分 但是 但是十二号玩家 今天穿了个灰秋衣 来大师赛 我太难看了 他的衣服 直接扣两分 直接扣两分 王成龙今天得分 至63分 可以 今天的大分打完了 太公正了 太公正了 他 十二号玩家 我今天只扣他两分 只扣他两分 他穿了个灰秋衣 太夸张了 太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今天 谢谢绿秋的热气球 今天基本上都打完分了 第三把点一 对于王成龙来讲 是平平武器 第三盘 王成龙 第三盘 王成龙 点一 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给他加分的地方 因为一号 明了 明了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穿个灰秋衣 给人家扣个五分吧 那也那也那也不合适 妆发服饰还算在里面呢 对啊 外形 外观 那下回你也评价评价女生的妆发 我评价每天都评价呀 那今天谁最好看 没人好看 我是没人好看 我没这都不行 跟你都没法比 怎么又来我呢 整体上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你们可以把我的分发过去 可以把我的分发过去 我直发 我什么时候直发 我是头发长退 因为我之前头发都断了 现在头发又长退了 我不是直发的 太快了 我挺想让他直发 没什么 玩法上面来讲 我觉得第二排的玩法 可以值得大家探究一下 我当时其实说了 我觉得 我觉得王宝宝那种压力式 血压发炎式的特色 但是我觉得王宝宝可能会出局 就是他这种发炎是有可能要出局的 但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风格 我觉得王宝宝这种发炎也挺爽的 就观众看着很爽 踩着就喷人 但是容易出局 所以在舞者的板子里面 王宝宝这样玩是可以的 因为能有人追准次 囚徒不是不好说 真不好说 囚徒真不好说 王宝宝当然天赋了 他原家发炎也很好了 他原家发炎也很好了 但他那个发炎方式啊 就是有点招人不爱听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他那个别人 就是不知道让你听 就是别人会觉得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我就不同 但是也无所谓 但是观众听着爽 我能不能骗到耿雪 能不能骗到KS 我应该骗不到吧 他们现在挺强的 我应该不会骗他们 我与其发炎去骗他们 不如去骗外 这位别的好人 因为骗他们要单点对话 很很很难 很麻烦的 你知道吗 王宝宝 对对 这东西你也没办法吗 对吧 这东西也没有没有办法 王宝宝 但是王宝宝 拿预言家的时候 也必须要这么发言 就拿狼的时候 也必须要这么发言 就是 就是如果你拿预言家的时候 是这样发言的 那你玩狼也一定要这么发言 这样才 才可以 比较难骗 不太好骗 就是骗的话要很费力 你知道吗 要很费力 不太好骗 看板子吧 就是你想要他票 你得看板子 就像我说嘛 就像王宝宝 今天的发言方式 如果在玉米里白的板子里面 那就不能这么玩了 你要是在这个舞者的板子里 你就可以这么玩 因为你舞者的板子 你出局能赢啊 但玉米里白的板子里面 出局就输了 对 所以这个是看板子的 你不能说王宝宝这么玩 不对 因为他在这个板子里面无敌 他这么玩 出局之后 点了四郎 舞者能帮他换人 那就看舞者和那个 假面的博弈了 你囚徒 估计选了 是吗 估计选了 我放了 我太夸张了 我到现在展馆都没满呢 太夸张了 我这展馆都没满呢 三国版的没意义 没意义 三国版子 我就是姜维 不多说 没意义 我铁姜维 姜维 姜维 姜维是后期 很猛 姜维很猛 主要姜维长得帅 司马仪 那不是 那不是 纯纯的 纯纯的 司马仪不太好吧 司马仪不是很聪明 司马仪感觉跟诸葛亮没得比 司马仪还可以吧 但跟诸葛亮没得比 司马仪和周瑜不都是诸葛亮的背景版吗 对不对 我礼物为什么这么少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礼物少 最近礼物确实有点少 为什么 因为你刚过完生日啊 不是 生日已经过去好久 都过了一个月了 确实值得反思啊 我就想想 快点 五分钟之内赶紧给我送一个 家电话 我下播 我脸上都挂不住了 我这今天已经10月12号 都周几 今天周四了 我展馆到现在都没满 什么意思 说话 快 快点 这要没有一个嘉年华 你这 不可能 肯定会有人送 这文要 这四七的热气球 我还 我平时也就不要 我真要肯定有人送 真 真别说 水镜先生 嗯 跟那个P不PK 我本来也不打PK 我本来也不打PK 我这弹幕延迟太大 别聊三国 别聊三国了 没我一会也下播不到 我一会下播 就赶紧洗个澡 就我头发今天喷的那个 那你这人还挺 那个 能屈能伸的 都没错 我也得下 会不能愣 愣好 什么时候带货 我给你们说一下 樱桃布丁的带货 就是最近 宅二在带货 我跟大家说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时间 呃 本周十 十四号 十五号 两天对吧 对吧 对 十四十五号 两天 宅二待会 我是不待会 谢谢君君的加年华 我天的真爱 谢谢君君 谢谢君君的加年华 不是很正常 真的 我的天的 君君太宠了 哎 这正常正常 不用这么经验 我就不想要第二个 我要想第二个 马上就第二个 我就真别说 谢谢君君的加年华 我还以为没有 谢谢君君 感谢感谢 谢谢君君 君君也是 以前在帽牙的老粉丝 确实给面子 不然我直接喷人了一会 好家伙 假设带货是十四十五号 这周啊 十四十五 本来团队回来 让我带货十四十五 我说我带不了太累了 我最近 要把精力稍微转移转移 我不想在那个 带货上面花 至少这一周 我想把那个规划放到 整体的节目上面 然后 整体要做一做那个 精神达职赛的一个 附属的一个综艺节目 来吸引一些外部的流量 因为最近 由于过节嘛 过节 加上最近这个时间点 属于流量匮乏期 大热赛数据呢 有所下降 但是跟我们的问题不大 我们今天跟抖音的 那个老板们吃了个饭 包括运营 看看数据 整体抖音的数据 是在下降 所以我们大热赛的数据 波动也是正常 整体看完之后 感觉 我们还是要从新的地方 引入新的流量 所以 我最近要花时间 跟那个公司这边 看看能不能做一档 新的老人杀综艺 就是之前说过的 让抖音的一些 其他大咖一起玩一玩 就千万粉丝的那种博主 一起玩玩狼人杀 然后吸引一些外部的流量 我去参加那些人的局 然后把流量抓到我身上 我再放给大师赛上面 这样能够成功破局 把这个大师赛的 目前的瓶颈也突破 想是这么想的 试试看 录播的总体节目 我得看一看 然后包括新的嘉宾 像囚徒这种 还是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要办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发展 目前看一看 所以最近 在研究这个事 所以带货 可能我的带货 可能要搁置到月底 最近 最近好多粉丝 都跟我说 想看我带货了 说家里东西都用完了 谢谢兔子的掌场明珠 我们等一等 我们这次带货时间 拉的长一点 我们也多准备准备 让团队现在呢 就帮我准备准备 这个月底的带货 双十一的机制 对 因为月底已经是要 月底的带货 我的带货应该是双十一机制 所以大家可以忍一忍 等到那个时候 再把好的东西给大家 然后 那个十四十五号 是甲二的带货 因为然后甲二带货 现在做也特别好 他的东西都不错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樱桃布丁的账号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 我们那个 刚才有人问说 有没有什么无视角的直播间 那么我们以后可能会用京城大师赛的直播间 开个VR直播间 开个VR的直播间 所以 你们看看 到时候有可能 只是画个饼 我们最近在谈一家VR公司 就是用京城 我的直播间是正常的直播 然后在京城大师赛那个直播间 开上VR直播 就是大家进去之后拿手机 比如说现在是那个 十二号发言的 十二号发言 我不想看十二号 我就想看七号 你把手机 你往旁边一转 就能看那七号在干嘛 真的假的 对 什么什么 我们再对接吧 然后 真的假的 对 那我就天天看你 可以啊 你可以一直看我 比如说我镜头 到别人那了 我就想赶紧撤东西 你们就会一直看我 然后 然后你在那抠手 什么 抠脚 我也能看见呗 我没有抠脚 不是 你弄着袜子 我也能看见呗 嗯 嗯 反正就这样 VR好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不错 谁现在谁的想法啊 我最早就有 只是太贵了 没法 我买不起 我买不起那个钱 那我们要 我们要 我在跟人谈啊 嗯 那我就一直 嗯 不会分流 分流怎么办 什么叫分流啊 嗯 啥叫 怎么叫分流啊 他分流是哪 会分流啊 就是 就是我主直播间 主直播间是 可能是 比如现在是八万五 八万人 嗯 那有可能有 两万人都想去那边 看VR视角 他就会去那个直播间 不在我直播间了 那倒行啊 不 但是你的总体关注 都是在这的 总体观众都是在这的 哦 你比如说想盯这个人 是不是情绪发言给反馈 你就 就拿手机盯着你 我就看看 喷经 比如举例子 哦 喷经 别人一点 他就 那样 你就 你就盯着他 你从进去你就看 你看他四个小时 你把这东西全录下 然后你就去喷 你就说你 情绪反馈 太严重 证据 全是证据 那法官呢 你也可以看法官呀 他是 他那个VR设备 他是架在中间的 不是 那你拿证据了 那法官不作为啊 那法官有可能看不到 法官他又不能 哦 法官也可以自己 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弄 那那也没必要 他现场能看 他这个东西就架在中间 中间你呢 自己在家进了直播间之后 你自己得转 你也得三百六 看嘴大吧 你得三六五都看 就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 你就喜欢 我就喜欢你 王宝宝 你就觉得王宝宝长特帅 你就一直看他 我就越看越喜欢 你一直看 来了个新的 来了个新的女嘉宾 你也喜欢 你就做我男生 我所有女生 我就看他 你看他吃东西呢 真好 你看他又吃呢 真好 然后比如我给他 他投食 对啊 然后我就看他吃完了没有 对 他不吃 哦 他不爱吃辣子鸡 那我下次不给他点了 哦 这叫 保真 但是 但是如果真要这么搞的话 我们这个设备钱 估计有点贵 我们可能那个直播间 要搞那种 那个付费直播 哎 这样就不会很分流了 付费直播 对 我那个 我那个直播间提供的是付费 你要花钱才能看 怎么样 我的直播间还是正常的视角的 那个直播间进去 VR的模式直播 就是付费的直播 那你们付费 要看谁多 你们会 这样 那两万人 可能只有一千人去那边看 剩下一万九 还是回到我直播间 为什么 不想花钱 我就不想花钱 我不要不拼 我看你个精神大赛 还让老子花钱 哦 对 那我就看 这外带式的直播间 哦 是啊 聪不聪明 你们说我聪不聪明 这小算法 打得怎么说 真可爱 心理想 就是要赚钱 美其名约 怕分流 怎么说 说话 你们说话 还喷不了 还喷不了 说话 你们说话 哎 这是你 你突然 什么时候想起来 扑扑的 扑扑的 扑扑的森实飞机 哎呦 早点有点念头了 只是那VR数码太贵了 太贵了 买不起 你说他这样 我天哪 他脑子是有点东西啊 付费不怕别人看别的呀 因为我自己的直播间是免费的呀 我精神大赛在正常的直播 是免费的 大家想享受VR服务 才需要付费 你可以不 就是不须选 那休息室 有吗 休息室 直接 把那个小精杂货铺 再来一个 把后台 小精杂货铺的直播间改成那个 小精杂货铺 我不是我们还有小精杂货铺的账号吗 改成 精师休息室 我再买一套VR设备 我处那桌的中间 内屋 肯定能花钱 王宝宝 预言家出局了 进去就开始开骂 那不行啊 他们疯了 没关系啊 我VR设备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改再加一套自动BBB系统 他骂人的BBB 对有有有 那他就一直BBB 大家就想 我就喜欢王宝宝 我就是喜欢看王宝宝 他从场上出局了 我就退出你戴士的直播间 和精神达 roughly 我直接进入 那个精师 什么 那个那个观察室的直播间 对 我就进去看王宝宝 王宝宝一人拿手机 在这生气 骂人 陈铭继出来 就喷他 你今天偷偷 然后比如说嘴大站错边了 分了一票 王宝喷嘴大 嘴大跟他顶嘴 对昨天嘴大为DQ出来 怎么骂你的 我们都知道 嘴大BQ出来去后彩还嘴硬呢 我们七八个人喷他 你不能这么发言 你凭什么在这这么说观众 你这样感人 说给嘴大喷的都不行了 嘴大道歉对不起 多精彩 没有人能看到 因为不会录下 但是这个时候 就全转播出去了 我靠 还是我 直接每天三个直播间 轮着播 轮着播 可以 说话 说话 太想看了 我也想看 主要是每次我都想看后台 休息室 后台就是天天喷人 天天吵 天天吵 然后后台呢 大家都不拘着 给你们 我们每一次 我都想好了 每一次 你比如说进入直播间 两块钱 你的嘉宾同意吗 不行 这样不好 比如说你每次要消费10块钱 才能进入京城达尔赛的 那个VR直播间 一周有四天 京城达尔赛 有四天 一周四天 一个月大概十六天 十六天呢 一次十块钱 要160块钱 但是如果你开通月会员 你就只需要花90块钱 只要会员 开通会员就可以免费 包月观看 那还是包月观看 那肯定就卡会员了 你包了这个月 你包了这个月 我还想包下一个月 那就季度好了 那么 我就舍不掉了 这个包月 然后我们那个后 后彩室呢 生意一定没有那个好 因为后彩室 每天大部分时间 是空着的 没有人 后彩室把月度会员 直接改成20块钱包月 那我喜欢20块钱包 这大家一天就全包了 全包了 对 90多块钱 20多块钱 100出头 对呀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每个月 还会在这个 大家一边看着VR 我们那个直播间 能开复带 可以抽抽大师赛的 那些什么周边呀 什么那个 这那类东西 能看多好 哎 我觉得 我觉得你包月 太商业化了 你包月完了 你得包季 你知道吗 因为 但凡 买了 就不可能戒掉 包季 包年 终生 哎 这几个档 我觉得行 那我肯定是终身的 正常视频 正常视频 别话 吃不了 对 我觉得包年划算 198包年 198包年 有点太划算了吧 我们看看吧 我个试试吧 真的假 你们 我就随便你说 我是胡说八道的 你们还真信 那我们不是胡说八道的 真的假的 我们真的 哎呀你这人 你拿谁当傻子呢 不是 你不能拿我当傻子呀 我想想 我要真搞的话 我算想 我能不能回本 我买一个VR设备 我还得加套 那个导播台 还得再每个月 雇一个人 还得再加一个导播 现在我个导播玩过来 加了一个导播 搞那东西 其实那个导播就弄好设备就行 他那个VR VR设备好 就是不用导播切镜头 他自己 你观众就是自己 但是那设备后台 如果有 你们不懂的话 你们可以在 你们现在不懂 什么效果 你们可以去抖音 搜索VR直播 你们可以随便进行VR直播间 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 因为我那天感受了 就是有人是在外边 他把那个直播机 就放在那个 比如说你外边 那个钓鱼的地方 有的人他就可以左边看 左边看就是山 右边看就是水 后面看就是什么东西 是有这样的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大概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对 VR设备是很贵的 但是效果是很好的 它不需要很高的高清度 你就看见我这就行 而且你们没准能看见 谁和谁偷偷摸摸说话 地眼神 什么的都能逮他 那好辛苦 你们就做执法小警察 要如果我要课CP 是不是就得在这时候 因为两个人不坐在一块 你要做CP 你得拿俩手机开俩号 你得开俩会员 你一个照着他 一个照着他 你就一直照着 他们俩有一点眼神 这个人看他 他也看他了 我的天哪 对 你懂吗 我的天哪 对 然后 然后要如果 谁和谁 吵架了 或者闹掰了 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这八卦就能看出来 太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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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艺在哪看 没定 还没定呢 真的 我想想吧 哎 不是 我就这么说吧 哎 我就问你 你说 你说这些嘉宾 会不会日久生情啊 那可不好说 你就 大家可以到时候 撮合撮合 你比如说 你就看看谁跟谁 怎么着 谁跟谁怎么着 哎 我觉得 我觉得看后台最好了 谁挨着谁 谁出来 这个座位 谁坐在哪 很有讲究的 捕捉那种小细节 嗯 但是嘉宾可能就不好了 他们可能不一定喜欢 嗯 想想再说 对吧 嘉宾没准 不想 嗯 哎 再说 我看看 行 我这样的话 我就不好意思吃东西了 我就要一直很端庄的 得体的在那坐着 这就是应该的 我也不能扣逼拥 鼻子堵了 还不能扣一扣 我得 哎呀 我得拿张纸挡着 不好意思 那你还扣那个 所以我太太 我扣哪了 你别瞎说啊 别瞎说 就别瞎说啊 那你也不能扣了 扣什么 别瞎 扣脚 我什么时候扣脚了 扣脚大叔 对都不能 你要注意形象 怎么还在外面扣鼻子呢 那谁都有扣鼻子的时候 太快了 你去坐所扣 人都在扣坐所扣啊 太快了 我下播 他们什么说什么话都要 扯扯扯我想想吧 拜拜吧 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 我先绑先绑先绑 谢谢俊俊 首先感谢俊俊的江江华 非常感谢 谢谢装的妈咪 谢谢夫妇 谢谢Bug 谢谢吃寒净 谢谢兔子 谢谢徐无声 谢谢死忌 谢谢李秋 谢谢 什么大游夫 什么妻 这不是绿茶吗 亲大 茶游夫 离妻 行 你真真要这么离解 拜拜 拜拜